但是在心里面都起了别人的想法 好 再来 陈木 好 大家好 我是陈木 然后我在网络的视频 我们应该是盐百扬 那其实这个角色 可能多个人 要像一点这个 纯青奶的小鲜肉 然后用我们的 呃 不是吗 现在我们可以就是 对 就是 木木已经知道你是鲜肉 什么是纯青我们不知道 可能这样慢慢各位 然后记者朋友们跟人家沉悟 你知道他有沉不沉悟吗 我都沉不沉悟 对 现在演进北平嘛 所以你在那边视野的是 刘以豪的下属肩毛朋友 对 我算是我们柯王哥的小弟 对 对 柯王哥的小弟 所以你在那里面也是在非常 我就是非常崇拜他 对 他是一个王牌的 正确的教育 对 但是我跟艾贝 他也会有一些很 呃 没有 我为什么要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他的情绪来源 对 他太太小了 对 他的情绪的那个 出发眼妖 就有变裂的地方是没有 我跟原爱飞 你现在 真的原爱飞旁边 你也其实 有点不敢乱挑 对 对 我觉得这些喜好 很好 对 但是手 一直摟着他的腰 因为这里面呢 他们会是 让大家觉得很可爱 对方 对不对 这个也是要不要其他带动 我想想 你们目前又不见识 开劲了 有机会 所以也都还没有识识开开 看到本子的时候 你们会也怎么样去诠释 你跟这位小鲜肉 之间的感情呢 呃 其实我刚刚开始 看到本子的时候 我只能呈现 是一个 烙语来很重 就我自己的感受 你要跟他很不懂 然后 哇 也太精彩了吧 然后我只是想想 我看我的那个就是演戏的经验 我真的没有一波长 是 是 是人生做的第一次叫线吗 我是 OK啊 好 原来那些话都说回来 要认识 要用的毛病心事 我是戏剧人生 对 我戏剧人生 就是第一次叫线 对 什么是第一次吗 呃 不是 对 戏里戏外都不是 对 我戏剧人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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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你们这些人 不准甜甜 好怎样你说 其实这身在第三路有长期的 哇 所以你们看修业风 我成功是因为 挑眉是有原因的人 帅 哎我第三次 没有没有没有 我来 对 对 所以你今天说很熟练 对不对 你叫教教我们 对 对 对 我跟你讲看的系就知道 我们不能是朋友 但是我们可以是别的女 在这一队当中会不会发生 好 对 对 所以你刚才看到说 你让大家看到 不但是威蜜之间的感性 在这一队小鲜肉的时候 也是有感性 其实对 嗯是 其实一开始就是 导演给我的指令 是要 恶人天成的性感 跟 若有四名的 烈男情感 对 我觉得恶人天的性感 是可以 就是说 让自己一个有自信 或者是一个 但是 若有四名的 烈男情感 也是考到我 对 我觉得都很好 变感的经历 真的 但是 他的余生 我就是 有对我的 那一队 就是有做的那个 街头调查 就是说 请问一下 你们都是很厉害 然后他就说 OK 就是 对 就是 一一队小的说话 是 跟若有四名的 直接触碰 对 也是我一直都会 尝试着 自己的情绪说话 然后就会 都不讲话 那个走三点 有话 像 老闆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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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一点 对啊 今天 好的 好 好的 我们请分析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 对 谢谢 谢谢 谢谢